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共产党修订党员纪律处分条例 在网络领域划上红线 明确禁止党员不得在微信上妄议中央及传播政治谣言 亦不得参加设计民族宗教信仰问题的群组 为者将被开除党籍 当局同时祭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陈枪烂调 评论人士指着表明中共内部存在分裂和对习近平不满 中国多家官媒周二25日报道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对党员网络言论做出明确的政治规定 该条例于今年8月26日通过 并将于10月1日开始实施 官媒称此次是向8900多万中共党员新增纪律高压线 譬如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和中央保持一致 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 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妄议中央破坏中共的集中统一 诋毁污蔑英雄模范 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泄露中共内部信息的 皆属触犯网络红线 严重者将被开除党籍 官媒报道中还援引条例内容延伸出更多的网络管制规定 指向一些微信群组 要求中共官员不得参加涉及反对中共 涉少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微信群 评论人士上岗向本台表示 中共当局新出台的这个条例 是对该党内部人员包括使用微信等社交平台的言论约束 明显是为巩固习近平的独裁专权及强调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值得关注的是重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也无疑是中共自身对其意识形态极度不自信的结果 也反映出党员内部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分裂状态 上岗强调中共一直通过网络监控包括成员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言行 条例本身是对言论自由权等公民权的践踏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明就认为 中共对党员出台的网络禁令 也说明中共内部存在对习近平执政政策的不满情绪和危机感 张明说他也没什么就是老一套没什么新意 就是让你不要挑战不要乱说 现在就是军心有点不稳 前兵典总编李大同曾在今年2月发表公开信反对习近平修宪 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共对体制内党员发出禁令 也意在对全民进行威吓 开除党籍的处分对于一些早就想脱离体制束缚的人 并不是一件坏事 李大同说 微信现在已经是全方位控制了 党员当然也是他的控制制列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历来如此 他没有别的东西早到回去了 习近平一说共产主义在那学习共产党宣言 就知道他到回1921年 很多人想退党没法退 你无法就是退党 退党又怎么了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认为 习近平寄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话语 并把战火烧向自己人 需要观察体制内人士被扼住喉咙的感受 和是否会让更多体制内人有所觉醒 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 欧盟发起亚洲项目 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随着欧美国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跨越 欧亚非洲美洲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 招致的疑虑越来越多 欧洲联盟将发起亚洲联通战略 其宗旨是改善运输和互联网和能源供应网络 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 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说 欧盟和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将在下个月将开会商讨有关事宜 但欧盟坚持说 亚洲联通战略的宗旨并非是抗衡任何其他方 在另外一方面 在日本出版的英文网刊《外交家》杂志报道说 欧盟强调其亚洲联通战略注重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并提倡投资应当尊重劳工权利 而不是造成政治和金融依赖关系 保障为工商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早些时候 参加一带一路项目的南亚国家斯里兰卡 应欠中国债务 过多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个港口 长期租借给中国 并因此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债务陷阱的注意 北京坚持声言 中国无意识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而是要谋求与有关国家互混互利 共同发展 眼下接受大量中国援助的巴基斯坦 也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并试图寻求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救 美国表示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巴基斯坦自己的问题 不应当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买单 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文章 题目是 美国众院通过建设法 打击一带一路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 9月26日通过了一项被认为 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 参议院表示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 这项法案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 简称为建设法 该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两个部门合并 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并加倍提供经费 帮助全球贫困地区 新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 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曾说 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 在众议院院会星期三表决通过建设法之后 外事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发表一份声明说 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正在劣势发展中国家 他们推出的发展投资项目 比如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 使这些国家肩负无法还清的债务 这不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 罗伊斯还说 美国不能坐在一边观看 而今天通过的法案将在新兴市场给创业者力量 并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 他说 这不仅对美国的出口和就业来说是一个胜利 也会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 国会众议院曾在今年7月 口头表决通过了建设法 但参议院迟迟没有表决 众议院这次选择将建设法 纳入必须通过的联邦航空管理局重新授权法 试图推动参议院尽快投票 参议院已经表示很快会安排投票 白宫此前曾表示会支持这项法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苗字乐然的文章 题目是 川普内政混乱 也有人不这样认为 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受到一系列性侵指控 川普指责这是民主党人的恶意行为 司法部副部长上周被爆层提议在白宫录音 已推翻川普 这是白宫又一次震荡的一周 自从2016年以来 川普政府震荡不断 有人称之为混乱 而本周四尤为如此 周四9月27日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 是关于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 所受的性侵指控 与此同时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 上周被爆层提议在白宫录音 已推翻川普 不过 川普周三表示 罗森斯坦向他否认纽约时报的上述报道 川普说 他会更愿意让罗森斯坦留任 完成任期 罗森斯坦负责监管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 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 如果罗森斯坦被解雇 调查将陷入困境 并将掀起一场政治风暴 11月中期选举在即 加州Leyola Marymount大学政治学教授 纪诺维斯向法新社表示 混乱对总统来说是常态 他形式风格如此 但总统的辩护者说 川普是在兑现选举诺言 结束精英政治的常态 距离11月中期选举仅六周 共和党人有失去众议院或许还有参议院的风险 如何避免这一局面成为共和党的重要问题 共和党领袖呼吁川普集中精力在一个选战议题上经济的强劲增长 本月初川普似乎按此出招 他在推特上的发言聚焦失业率的下降 工资的上升 以及他认为美国第一政策 对中国等发动贸易战的成功 距风来袭 川普也承担起监管紧急救援的总值 但卡瓦诺受到性侵指控 却带来一场政治战争 原本这并不被视为一件困难的事 川普的核心承诺之一就是任命保守派担任最高法院法官 然而卡瓦诺受到一系列性侵指控 以及他被指在高中时涉嫌酗酒 卡瓦诺否认这一系列指控 他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希望能有公平的调查 起初川普的表态克制 称支持卡瓦诺 但也呼吁给予首个对卡瓦诺提出性侵指控的人 受到尊重的听证会 但周三 川普在推特转入公式 他说 这是民主党人的恶意行为 民主党人正在幕后大小 川普同时攻击第三名 指控卡瓦诺性侵的女性的律师 支持者 川普的政策一致 川普的支持者称 总统团队的努力 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卡拉法诺 向法新社表示 我并不认为这是混乱 他指责媒体放大了个别的矛盾时刻 而由此遮掩了总统团队的所有努力 卡拉法诺称 川普是一个非传统 非常规的人 措辞强硬 是个充满激情的纽约人 如果你看看他的国家安全政策等 其实都是前后一致的 自由亚洲电台 发表高新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 习近平亲手整死了炎黄春秋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局势的人士 应该都还清楚记得 有一本炎黄春秋杂志被关停并转的故事 就是这本曾经被习近平的爸爸亲笔提词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 以一批党内开明派元老为坚强后盾 半刊宗旨为 丙笔之书 不增美 不亦恶 求实存真 以史为鉴 以史资质的 以研究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 在2015年被一个叫拱云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开列了如下罪状 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 前十年里抹黑历史 否定中共历史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 即使存在 也是凤毛麟角 但从2002年开始 炎黄春秋发生了质变 开始试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推动的方向是 背除人民民主专政 落实宪政 批判邓小平思想 鼓吹中国要照搬欧美政治制度 来实行政治改革 作为立场质变的直接反应 2002年该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批 抹黑毛泽东 突破历史决议底线 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 此后 炎黄春秋上刊登的呼吁宪政改革 美化西方制度 丑化共产党历史 攻击抹黑毛泽东的文章 越来越多 2002年之后的炎黄春秋 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一份 以研究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 打着饼笔直书的幌子 但实际上变成了兜售 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 反对思想基本原则的政治形象 日益明显 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 美期主要内容在于 集中描述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历史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历史 给人的总体印象 是共产党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二 集中暴露毛泽东的错误 偶尔涉及邓小平 不仅写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错误 而且放大了毛泽东 在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的错误 并放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部分失误 三 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错误 和苏联模式的切线 全版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历史和苏联模式 认为苏东巨变是回归人类文明正途 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四 在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革命的问题上 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方案 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五 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认识体系 是教教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新表现 六 脱离客观历史知识 以自己的价值程度 尤其是政治的价值程度 对历史进行剪裁 甚至重塑 背离了最起码的客观性标准 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对立 第七 利用执政党在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 特别是打了一些合法的旗帜 借客观公正知名 对普通民众 特别是离退休老干部 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归根结底一句话 2002年以来的《严黄春秋》 是一份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 它抹黑毛泽东 抹黑英烈虚无历史 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 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 做舆论准备 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迷惑性和渗透性 必须高度警惕 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 据当时在北京社科院的一位朋友介绍 龚云的给《严黄春秋》杂志开列的 这些罪状内容 本来没有公开发表 原始内容是他当时给主管意识形态的 政治局常委刘英山的一封上书 内容中声称 《严黄春秋》杂志的所作所为 正是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所着重批判 这位龚云所说的习近平的那篇讲话 已经以习近平819讲话为题 在网上曝光 其中可以理解为批评 或者说批判当时的 《严黄春秋》杂志的相关内容是 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 不能遇到一些问题 就前半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 就前半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在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 在对待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 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甚至错误观点 有的以偏概全 公信一点不及其余 把形式说得一片漆黑 有的孤名教育 把谩骂作为出名的手段 以博得一些喝彩 有的汪子飞博 总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好 外国什么都好 幻想用西方制度改造中国 这些人里面有的是意识模糊 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 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 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 是长期的复杂的 二是国内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 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 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 有的以板思改革为名 否定改革开放 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日后外界评论大都认为 是因为龚云2015年6月发表在解放金报主办的国防参考上的大批判文章 揭开他的真面目 起底盐黄春秋引起了高层关注 其实正如前面已经介绍过的 龚云的这篇东西在此之前早已经上书刘云山 相信也已经被刘云山逞给习近平了 道理就在于因为当时的盐黄春秋一直都拿着习仲军的题词做招牌 没有习近平主动发话 刘云山之流对当时的盐黄春秋虽然时不时敲打敲打 但还真不敢一棍子打死 回顾当时 2016年7月14日 被习近平当局强行安排为盐黄春秋杂志上级单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盐黄春秋人事任免通知 根据通知 盐黄春秋杂志重要职务全部为官方派来的人所取代 原社长总编辑杜岛正 副社长胡德华 也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 还有总编辑徐庆权等悉数被撤换 盐黄春秋杂志随后发表声明 按照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盐黄春秋杂志设协议书明文规定 我设有人事任命权 财务自主权和发稿自主权 双方盖章具有法律效力 我方不同意单方终止协议书 我设以委托律师对该院提起诉讼 随后的7月17日 杂志社执行主编吴伟发出了杂志社社长法人代表杜岛正签名的停刊声明 声明中确认 7月15日 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强行进入杂志社 窃取和修改了盐黄春秋官方网站的密码 导致我堪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 同时提到停刊决定经过盐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讨论 并且一致决定 自即日起 任何人以盐黄春秋名义发表的出版物均与本社无关 也就是说 从2010年7月开始对外发行的盐黄春秋杂志 事实上是被习近平当局的欺世道明 真正的盐黄春秋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次节目 习近平感恩毛主席被盐黄春秋打脸中已经介绍过 讽刺的是 习近平根据他父亲个人回忆出的如上史实 说出了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 我们一家都对毛主席充满感激之后 确实被当时还是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的张文天的呼人的回忆内容 一顿打脸 盐黄春秋杂志上刊登出的 刘英一言岁月一文 披露的内容简述以下 就是当时的所谓毛主席让刀下留人根本就是莫须有 当时被党内对立派关押的习仲勋是被时任中共总书记张文天亲自下令释放的 按照刘英的说法 所谓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的权威史料 根本就是习仲勋一个人演绎出来的一个故事 所有的党史文献也好 颂扬文章也好 刀下留人故事的出处都只有一处 那就是习仲勋自己的歌颂毛主席的文章 至于习仲勋为什么要把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归功于毛泽东一人 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就是中共中央对习仲勋的盖棺定论 一生顾全大举 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习近平在读过 《盐黄真秋》杂志上刊登的刘英一言岁月之后是多么的尴尬 由曾经常年担任过张文天秘书的何方 采访和记录整理的《刘英一言岁月》 在《盐黄真秋》杂志上发表的时间是2016年4月 客观上对习近平没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说法起到了批驳作用 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后 何方就被举报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 紧接着当时的那本真正的《盐黄真秋》杂志 被最高当局下令收编 所以仅从时间上判断 打脸习近平没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那一篇 刘英一言岁月 才是导致习近平再也不愿意 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继续留面子的关键一文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 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